各位弟兄姐妹 祝内平安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教会史中的一件非常著名的事件 就是法蒂玛的圣母和 法蒂玛圣母的三个秘密 这三个秘密呢 分别是关于地狱 俄罗斯和梵蒂冈的结局 大家现在已经知道 圣经不但是一本 指导人的属灵和精神生活 以及行为规则的书 也是一本详细记载 整个犹太人历史的书 而且圣经还是一本预言书 整个圣经的30%的文字 都是关于预言的 这是一本揭示世界的开始 世界的发展和演变 以及世界的结局的 这整个剧本的预言书 在圣经的1817个预言中 96.2%已经实现了 现在唯一要等待着实现的 是剩下的3.8% 也就是启示录中的所有的预言 和以西节书38和39章之中的战争 其实呢 在二十世纪的天主教世界 还有一套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预言 叫做法蒂玛的三个秘密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最后一个秘密的 而且因为在1960年 梵蒂刚决定将法蒂玛的第三个秘密 永久封印 所以现在呢 是众说纷纭 但是呢 在本期的节目中 我还是按照内在的逻辑 来揭示一下 法蒂玛圣母的三个秘密 这个叫做法蒂玛的三个秘密 是由一系列的启示性的预言所组成的 据称是由圣母玛利亚赋予了三个葡萄牙的木桶 这三个木桶是在1917年5月13日开始 连续六个月 一直到1917年的十月间 圣母玛利亚曾经六次探访过这三个木桶 法蒂玛是葡萄牙中部的一个地名 在里斯本以北的110英里 1917年从5月至10月 在法蒂玛附近的科瓦达伊里亚 有三个小木桶声称遇见了圣母玛利亚 圣母玛利亚要求孩子们 为世界和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罪人的悔改和俄罗斯的皈依而祈祷 三个普通的乡下的小木桶 分别是十岁的九岁的和八岁的 路西亚多斯桑托斯 他的表弟 弗兰西斯科马尔托和他的表妹 哈辛塔马尔托 连续六个月来 在每个月的13日 三个木桶自称是同一位 叫圣母玛利亚的一位来自天外的女神 会面 他们总是在每个月的13日 约在同一时辰 看见他 路西亚声称 玛利亚比太阳还要明亮 发射的光束比充满了闪烁和被太阳刺目的光束 透过的水晶杯还要明亮和强烈 路西亚称圣母玛利亚向他们透露了三个秘密 这个就是一开始说的伐地玛的三个秘密 但是圣母玛利亚说 他们不要一下子把这个秘密说出来 要在以后的年代中逐渐把这三个秘密讲出来 玛利亚劝牧童通过忏悔和牺牲来拯救罪人 因此牧童们开始了苦行节制的生活 在腰上系很紧的绳子来导致痛苦 在热天里他们也不喝水 还有其他的赎罪性的行为 更重要的是路西亚称 玛利亚叫他们每天唱诵玫瑰金 多次重申 玫瑰金是获得个人和世界和平的关键 当时许多葡萄牙的年轻人 包括这些木童的亲戚 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仗参战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玫瑰金 这个玫瑰金 Rosary 在天主教世界中就像佛教徒 口称阿弥陀佛一样的普及 传统的天主教家庭 每天晚上饭后都要手持念珠 像和尚念经一样的背诵玫瑰金 其实加于户晓的圣母诵 比如说是巴赫古诺的圣母诵 舒伯特的圣母诵 马斯卡尼的圣母诵等等 所有的圣母诵 就是玫瑰金的一段经文 在天主教的传统中 唱诵玫瑰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祈祷的方式 称为玫瑰金祈祷 就是通过默想冥想 耶稣和圣母一生的十五件重大的事情 来达到冥想和净化新人的目的 教宗庇护九世曾经说 玫瑰金是教会最富有的宝藏 前任教宗 就是波兰教宗若望保罗二世 曾经多次表示 在他个人的经历中 玫瑰金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我说这个不是要号召大家唱诵玫瑰金 这个是根据个人的习惯 完全是根据大家个人自己的需要 我自己是会唱的 而且我本人的经历是唱诵玫瑰金 可以迅速的获得心灵的喜悦 因为在这个新教世界 就是在Protestant Church 大家是不唱玫瑰金的 玫瑰金这个是在天主教世界中特有的 而且我本人也不像天主教会一样 认同圣母无缘罪的说法 但是圣母升天后成为圣人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没有什么可动变的 而且圣母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被选中 成为主耶稣降临到人间的童贞母亲 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玛利亚的高贵 纯洁和神圣 而且玛利亚身为大魏王的直接后代 本身出生就是高贵的 而且很多人在心理和感情上 是需要一位圣母这样的 带有母性的女神的这样的自然和本能的需要 尽管我本人并不需要这个 这个就像佛教徒需要观音菩萨一样 天主教认为玛利亚是天主 特别为诞生耶稣而派到人间的 所以他是无罪之身 不同于其他的凡人 天主教也因此认为 他升天之后可以成为中宝圣人 也就是中介圣人 来带人祈求天主的赦罪 东正教会则认为 玛利亚是天主特别选为诞生耶稣基督的人 但是他本人也是凡人 受亚当的原罪的传染 但是因为他从小就已经完全归顺了天主 依靠天主的恩典脱离了罪恶 我个人的观点是倾向于 东正教的 我认为圣母是有缘罪的 但是他最后确实是成圣 而脱离了一切罪 而且圣母在天国的地位 应当也是举足轻重的 如果说圣母在特定的时间 返回人间来传达天国的信息 我认为这是可以接受和理解的 新教有的时候说圣母说得很不堪 这个我并不是特别的赞成 但是我也不像其他很多的天主教徒一样 将圣母捧得至高无上 说她是神的母亲 这个我也不同意 反正对于圣母要适度才好 这个适度还是请大家自己来把握 当圣母约见三个牧童的奇迹的消息传出之后 数月之内数千人涌到了法蒂玛 1917年的8月13日 当地的省长亚瑟桑托斯 这个人跟牧童没有亲缘关系 因为他认为这件事情将会导致当地的政治动乱 因此在三个牧童到达空地上之前 就把牧童们给关押了 当时在省里的监狱里被关押的犯人说 牧童们虽然非常愤怒 但是他们鼓励了其他的犯人 并且领导其他的犯人一同来唱诵玫瑰经 省长桑托斯审问牧童主要是想知道 这个圣母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但是并没有能够得到结果 桑托斯甚至假装准备一锅烧滚的油 就威胁要把牧童下油锅 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将牧童单独压出来 压出审讯室 说他们将会被在油里被炸死 然后来逼迫剩下的牧童 是不是能够泄露任何的秘密 即便如此 这三个小朋友依然守口如瓶 而且面对下油锅毫无惧色 一如当年要被罗马的皇帝多米亭 扔进油锅里炸一炸的使徒约翰 这些孩子们就是一个字都不说 牧童称这个月 也就是当时的八月 没有在一般显现的墓地上看见圣母 而是在八月十九日 在附近的地方看到了玛利亚 在1917年的10月13日 这个是1917年六次显现的最后一次 一共大约有七七万人 包括葡萄牙各家的报警 记者和摄影师都聚集在墓地 因为牧童在此声称 当日圣母会显现奇迹 而让所有的人都相信 当时天正在向大雨 但是许多在场的人称天突然裂开 云中显露出一个在天上旋转的盘子 这样的太阳向周围发射出各种颜色的光 然后这个太阳突然从天上落下 蛇形一般的冲向地面 最后又回到了他原来的位置上 而人们原本湿透的衣服完全干了 这件事情被称为是伐地马的太阳奇迹 葡萄牙当时有一个最有影响的报纸 叫O Securo 这个是一家世俗性的报纸 比较倾向于政府的政策而反对宗教 有一位名记者叫阿维利诺 他报道说 聚集的人群按照圣经的教训 光着头不戴帽子热切地搜索天空 他们惊讶地看到太阳开始发抖 他违反所有的宇宙规则 突然开始不可思议的运动 按照众人的典型印象就是太阳在跳舞 李斯本日报欧蒂亚关于1917年10月17日的特殊报道说 银色的太阳被同样刺眼灰色的光包围着 好像在旋转 在裂开的云里转动 光转化成美丽的蓝色 好像是通过大教堂里着色的玻璃窗 照相跪下伸出手的人群 人群哭泣光着头在祈祷 面向着他们等候的奇迹 一秒钟好像成为一个小时 它是如此的生动 其他的报纸也说 直到40千米以外 仍然可以看到这个太阳的异象 而且三个牧童说 除了看到这些太阳奇迹的现象之外 还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显圣 这个显圣包括主耶稣 圣母玛利亚和圣约瑟在祝福人群 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里 今年是第103年了 法蒂玛的圣母 足球和法多 这是一种葡萄牙的民间音乐 是葡萄牙民族的三个精神支柱 这个事情被称作 Our Lady of Fatima 差不多在每一个天主教国家 都有法蒂玛的圣母 命名的教堂 这三个牧童后来是怎么样的呢 弗兰西斯科和哈辛塔 就是两个比较小的在1918年开始的 为期为两年的西班牙大流感中上升 弗兰西斯科 是1919年4月去世的 享年10岁 次年哈辛塔就是最小的那个小孩 是在1920年的2月20日 在里斯本的圣迪芬尼女王儿童医院去世 享年9岁 他们被埋葬在法蒂玛教区 在2000年的5月13日 这两个小孩被教宗 就是波兰教宗若望保罗二世 奉为征服者 这个差离丰盛只有一级 而且在2017年5月13日 被新的教宗 也就是现在的教宗 方济各丰盛 这个呢 也是圣母沉默他们的 圣母当时在会见这些小孩子的时候 曾经问他们 你们最想要的是什么 这三个小朋友马上就说要去天堂 于是圣母说 他会很快带走两个小的 而最大的路西亚要为圣母去做修女 服务于教会 并且继续传达圣母的信息 在1936年和1941年这次说 玛利亚事实上预言了 就在1917年6月13日的会面中 说他将很快带走他的堂弟和堂妹 而路西亚他说 是的 我会很快接福兰西斯科和哈辛塔 但是你将要再待一会儿 因为耶税希望你使我在地球上广为人知和被爱 我的纯洁无染之心的世界 所以在14岁的时候呢 路西亚在1922年被送往葡萄牙波尔图郊区的 圣多罗西修女学校 1928年他在西班牙的图埃 与葡萄牙接壤的圣多罗西修女会 修道院出家 而且是担任教职 卢辛亚一直活到了2005年的2月13日 去世 享年93岁 他在一生中定期的继续汇报着圣母的信息 1929年的时候 路西亚报道说 玛利亚返回过人间 并且再次重申 要将俄罗斯奉献给他的圣母无缘罪 圣母无染之心 前教宗也就是波兰教宗 若望保罗二世也是定期会见卢西修女 那么法蒂玛的这三个秘密是 具体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三个秘密是关于地狱 俄罗斯和梵蒂冈的结局的 其实在我看来这三个秘密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而且都同一件事情相关 这件事情就是所谓的共产主义 第一个秘密是结实了 结实了 共产主义是从哪个地方来的 第二个秘密是说明了俄罗斯和前苏联 还有共产主义的关系 第三个秘密说明了末代教宗和梵蒂冈的结局 事实上普京单单在2016年就去了三次梵蒂冈 主要是去问教宗关于法蒂玛的第三个秘密 我想事实上 现在这个叫普京的总统 他已经知道了俄罗斯的命运 这个跟以西节的38章中的和启示录中说的应该是一样的 修女卢西亚宣布第三个秘密 可以在1960年之后向公众发布 当时包括一些大主教和红义主教在内的内部消息来源说 卢西亚坚持必须在1960年之前就将其发布 但取而代之的是范蒂冈教廷当局在1960年发布了一份官方的新闻稿 指出第三个秘密最有可能永远被绝对封印 这样的宣布引发广泛的台测 根据当时的纽约时报报道 有关的秘密的内容范围 从世界范围内的核毁灭 就是核大战 用古兰经的话就是猫哈马 世界终极核大战 还有呢就是到罗马天主教内部被魔鬼所占领 事实上今天已经发生了 今天的范围刚就已经被魔鬼窃取了 贾先知 也就是这位叫方济各的伪教皇 篡夺了教群 并且欺骗了数以十亿计的前程的教徒 卢西亚修女在1941年写的第三本回忆录中说 第一个秘密是在1917年的7月13日告诉孩子们的 这是一个关于地狱的场景 圣母带我们看了 在地下的巨大的火海 在大火湖中陷入了人类形态的恶魔和灵魂 例如透明的燃烧着的灰烬 全部变黑或者是变成魔光的青铜色 在大火中漂浮着 现在由身体内部所散发的火焰与浓烟一起升入天空 现在像大火中的火花一样跌倒在每一侧 他们没有重量或者是平衡 痛苦和绝望的尖叫声和呻吟声 使我们恐惧并且使我们颤抖 恶魔与恐怖而未知的活物 这个活物也就是受苦的那些跟随恶魔的灵魂 全黑透明的恐怖和令人反感的形象是可以区分的 这个愿景持续了片刻 我们怎么能对我们善良的天上母亲感到足够的感恩呢 她已经通过第一次的幻象中承诺将带我们去天堂 并且为我们做好了准备 否则我想我们会因恐惧和恐怖而死 这一个伐地马的第一个秘密所揭示出来的就是地下的火湖 也就是启示录中所说的火与硫磺永远燃烧之处 这个所谓的地狱火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时空 恶魔和他的跟随者的最终的归宿就是这样 像露西亚描述的法尔蒂玛的第一个秘密中描绘的地狱的生动的场景 这个归宿就是在这样的烈火中永生 永远不会得到安宁 事实上在圣经中 无论是旧约和新约都有多次经文 直接描绘 直接承认了地狱的存在 比如说是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四节 诗篇第五十五章中的第十五节 真言第七章中的第二十七节 以西节书第三十二章中的第二十七节 以赛亚书第五章中的第十四和十五节 以西节书第二十六章中的第二十和二十一节 明术记的第十六章中的第三十到三十三节 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中的十五节 以赛亚书第三十八章中的第十八节 真言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和诗篇 第六十三章的第九节 也就是说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圣经 都是非常肯定的地狱这个地方的存在的 所以呢 如果大家以为所谓犯了罪 没有任何的结果 没有任何的consequence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圣经说的非常的肯定 而且在法地马的第一个秘密中 已经揭示了地狱的场景 第二个秘密描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并且呢预言了 如果天主持续的被冒犯 而且俄国不悔改的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来临 第二部分要求 要将俄罗斯献给圣母的无染之心 注意啊 这个时候是在1917年 离德国十月革命之前 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事实上 圣母的第二个预言 是同红色巨兽 也就是苏维埃超级帝国的崛起和覆灭 直接相关的 十月革命 红色巨兽开始崛起 通过屠杀了一千万俄罗斯人的俄罗斯内战 建立了红色超级苏维埃政权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 苏联走向了解体的道路 如今的俄罗斯 已然恢复了东正教国教的地位 而且现在90%以上的俄罗斯人都是东正教徒 圣女露心是这样啊 在回忆录中说的第二个秘密的 你们已看到罪人们无限的灵魂所前往的地狱 为了拯救他们天主希望世界崇拜我的无染之心 如果我告诉你的事做到了许多灵魂将会被拯救 而且会有和平战争也将结束 若人们仍然不停的冒犯天主 更遭的一个会在庇护十一世的任内发生 这个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啊 就在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任期之内 出现了第二次世界 当你见到的夜晚会不知名的光所照耀 这就是天主将因罪恶惩罚世界的重大的征兆 这个不知名的光所照耀 这个就是1941年6月22日的突然 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巴巴罗沙计划 成千上万的士兵在睡梦中死亡 方式是战争饥荒和对教会的迫害 为了避免这事 我请求俄国对我的无人之心奉献 和首星期六的辅读圣参 若遵从我的要求 俄国将会改信 并且会有和平 若不 他将他的错误散布到全世界 导致战争和对教会的迫害 这个事实上已经发生了 苏联肆虐全世界 导致战争和对全体有信仰的人的迫害 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 善人将寻难 教宗将受许多苦难 多个国家会被消灭 最终我的无人之心将得胜 教宗将俄国奉献给我 他以改信 然后世界会获得一段时间的和平 这个已经发生了 第二个秘密的同时 预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激进血腥 极端反宗教的苏联意识形态 以及西方民主国家与苏联集团 共产主义集团的有限的直接冲突和代理战争 教宗若望保罗二世 1984年3月25日的联合全世界的主教 把全世界奉献给圣母无染之心的仪式已经完成了 而且路西亚修女表示 圣母要求的奉献在1984年已经被完成了 事实上这个事情做完了之后呢 戈尔巴乔夫就成为了苏联的最高领导者 而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就开启了 在命运上不可逆转的解体苏联的这样的一个进程 终于在1989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之后 两年之后苏联正式解体 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彻底玩完 所以呢 事实上呢 从属灵的角度上来讲 1984年做的那个圣母要求的奉献 跟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 是直接相关的 第三部分的秘密 是1917年7月13日 是在科瓦达伊里亚圣母向路西亚和其他的两名牧童揭示的 他是这样写的 在我已经解释了两部分之后 在圣母的左边和上方一点 我看到了一个天使 他的左手拿着火把和剑 闪烁着发出了光 好像他们要将世界点燃 圣母从右手向他发射的光照 光彩照耀天使 天使用右手指向大地 大声喊道 忏悔忏悔忏悔 我看到的是上帝的巨大的光芒 类似于人类在镜子前走过镜子时的样子 一位身穿白色衣服的主教给人的感觉是教宗 其他的主教神父牧师男女信徒走上陡峭的山峰 在山顶有一个大的粗糙的树干交叉 就像带有树皮的软木树一样 在到达那里之前 教宗穿过一个大城市 半个废墟 他步伐颤抖 饱受痛苦和悲伤 他为途中遇到的尸体的灵魂祈祷 到达山顶后 他跪在大十字架的脚下 被一群向他发射子弹和箭的士兵杀死 以同样的方式 另一位主教祭司也死了 男人和女人 各种各样的人 有不同的等级和职位 在十字架的两地下 有两个天使 每个天使手中都握着一个水晶天文球 他们在其中收集了劣势的血 并散步到通往神之路的灵魂 这个就是清贡教宗和范蒂冈的结局 那七头十脚的兽 是一定要恨这颜色的 使他冷落赤身 又要吃他的肉 用火将他烧尽 这就是清贡教宗和范蒂冈的结局 同圣马拉基的预言是一致的 因为现在的教宗年轻的时候 是阿根廷共产党 早就被魔鬼撒旦选中 成为末代教宗 和彻底毁掉罗马天主教会 这也是现在许多虔诚信主的天主教徒 得不到正确信息的原因 因此很多人因为信任教宗而睡着了 失去了教会被提的机会 而不得不进入末世大灾难 被杀殉荡而得胜 我个人从骨子里 也就是内核是一个激进的福音派 但是我个人的肉身是在天主教会 这一个范围内的 而且我本人的生活是保留着很多天主教徒的生活习惯 等我重新回到斯里兰卡的时候 因为我曾经说过2018年的时候 斯里兰卡的各个修会的修女 一致要求我出家 就是因为2018年9月22日传来了 亲共教宗和中共当局签订了一份 关于任命主教的协议 因为这个原因被耽误下来了 我决定最终不出家 不尽这个体制 但是我明年将会回去 在天主教内部广传 启示录 争取 让 部分的天主教徒觉醒 而赶上教会被提的 这个唯一的航班 教宗死了 去地狱火福 这个不要紧 这个本身就是魔鬼为他安排的命运 但是殉道的天主教徒去天国 在融合了火的玻璃海上唱摩西的歌 这个画面呢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已经讲过了 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 基马拉圣母和母街市的三个秘密 这三个秘密呢 都跟所谓的共产主义是息息相关的 尤其是最后一个秘密 也就是说 事实上 在共产党宣言中说的 那个从地下逃出来的幽灵 已经通过控制 范迪刚和罗马天主教会 达到了他的目的 одフ着 enc论